第24章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金星篇里面所涉及的理论问题 口之于味着 孟子曰 口之于味也 目之于色也 就是我们吃的东西 我们用嘴巴 是可以品味出味道的 用眼睛 是可以辨别出颜色的 那么用耳朵 是可以听出声音的 用鼻子 又是可以 闻到味道的 那么 四肢之于安逸 就是四肢 你 比如说我们坐着 我们一定求舒服的样子坐着 站着也是这样的 四肢也是 他会自然的 他自己的功能 就也希望自己摆放的比较安逸 比较舒适 这叫什么呢 信也 那么什么意思呢 孟子的意思是说 口的功能 是味 目的功能可以变色 就是眼睛的功能 耳朵的功能 是可以听声音 鼻子的功能 是可以闻各种不同的气味 四肢的一个功能 更多的是求舒适 怎么样摆放比较好 这样不舒服 这样难受 我们如何 这叫信 这个信 其实不是孟子所说的信 是什么呢 是身子未信的信 所以他说这个也叫信 但是这个信呢 有命也 这个信呢 是一个命所注定的 也就是说你生理性 那么成你出身 生理性所规定的 这叫做命 有命 有命呢 所以君子呢 不畏信也 所以君子并不把 口耳 鼻 眼 就是目啊 四肢 他们所谓的功能 不成之为信 这是叫做有命之信 不成之为信 就是这个命呢 是外在于你的心的 所以这些东西呢 是不成之为信的 这就是孟子对信的定义 我们前面讲了 孟子跟告子说的时候 就特别讲到 生之为信呢 就不是信 你没有掌握到信的本质是什么 孟子是认为这个信 实际上是本然之信 那么是脱离于你的命 所规定的那些功能的 所以后面就开始讲 他所谓的信 这才是真正的信 前面实际上他是认为 这是命 有命之信 只是命而已 人之于父子也 就是仁义的人呢 他对于父子来讲 义之于君臣也 就是父子之仁 君臣之义 礼之于宾主也 宾客与主人之间的行礼 那么智之于贤者 就是贤能的人呢 按照我们今天讲 他有智慧 那么仁义礼智 还有圣人之于天道也 圣人之于天道 就是圣人跟天道之间的关系 就是天道之圣人 能够体会到天道的是圣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孟子所谓 从孟子的老师辈开始 或者我们今天讲 子师开始来讲的五行 这就是所谓的五行 我们过去不知道 荀子啊 在批评孟子子师的时候 曾经说 仁义礼智圣 是孟子的五行 而不是我们汉代以后说的 仁义礼智信 五常 那么很多人呢 过去不能理解 那么后来呢 大家就能理解了 我在这里给大家 简单的解释了一下 仁义礼智圣 是子师孟子所谓的五行 那么是仁义礼智加上圣 那么这个是孟子子师 非常重要的思想 那么 寻子批评的时候 批评孟子子师的五行 我们一直过去很长时间以来 我们一直认为是 五常 就是仁义礼智信 后来发现不是 所以在出土文献里面 国殿初简 马丸堆 西汉的博书里面 专门出现了五行篇 这就是 五行篇里面 就是讲仁义礼智圣 这就是子师孟子 所谓的五行 那么从这里 我们才能够理解到 原来 《口之一味》 这一章里面的 仁义礼智圣 就是五行 那么孟子讲的 这个方面呢 就是说 他说命也 就是父子本身是命 对吧 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 你是你父亲的儿子 这是命 不是每个人选择的 对吧 君臣也是命 你跟君王 有一种 这个冥冥之中的关系 宾族之间也是 贤能 贤语不孝 他们也是这样的 还有天道 本身也有 命的成分 但是呢 有信也 这个信 就是本然之信 有本然之信 有人 义礼智圣 五个东西 那么有这个东西呢 所以君子不畏命 所以他尽管是命 但是君子呢 不会把他称之为命 这就是本然之信 这就是本然之信 所以孟子的性命观 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了 是吧 那么命往往是外在的 规定的东西 或者说是生理的 很多的是自然的一个功能 功用 但是信呢 不是 孟子所谓的信 不是有命之信 那么 而且他是把 如果我们前面说是 五个 就是口耳 鼻 眼 和有四肢 所以这个五个东西 那么是有命之信 那么后面 仁义礼智圣 是有信之命 那么这个 我们要能理解 所以我在这里 就给大家讲了 特别讲到 生理之信 也就是生之为信的那个信 那么还有本然之信的信 所以我想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一定要能理解 孟子的意思 今天我们要讲孟子 讲心信 也都是要从这个角度 来理解的